我忽然全都记起来了 是吗 夫君想听吗 作诗有文将变化落红透了轻薄 谁家门前有烟雀香河 岁月无缝闹是无声家中座一座 无人似我只爱的轮廓 若来日又将风绕面过 结婚我不做那听众客 梦堪破往事一阙也无 终相助 暗默书 红窗深处 有沉诉 梦堪破往事一阙 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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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微臣十一宽参见陛下太后 愿陛下万福太后千岁 你原来是清州总兵 掌管一方 如今到了京城还不习惯吧 清州也好 京城也罢 都是天子的脚下 微臣当总兵也好 当上书也罢 都是替陛下掌兵 解陛下之由 坐吧 谢太后 陛下 姑想吃糖花棋子糕 你给姑拿过来 你就是这次赵安的 养山首领 蒙太后隆恩 设赵安之礼 让我养山之众 迷途之返 改过自新 坐吧 谢太后 相貌堂堂 倒是让上书 捡了个便宜女婿 臣还是沾了太后的光啊 赵安之礼 子虞 你不是给太后准备了一份大礼吗 面生之后才知天家富贵 草民有些拿不出手 拿上来吧 北海之气在于灵山 而一山只得一石 草民想 王母孕育万物 就像太后对于养山的重生再造之的 因此献上王母相 表归附朝廷的决心 你的权权之心 哀家怎能不顾 今后 皇太后驾到 太皇太后 平日里身居简出 今日怎么有兴致来这里 你有心了 还记得今日是先太子的继承 特意设宴 这 只是这菜品 太过昏腥 衣裳的颜色也太艳 换掉吧 今天 兵部尚书到任 今日兵部尚书到任 哀家特意召见 先太子不获之年报庇 才有如今你邪幼帝 听证的局面 今天 你不哀悼他 反倒与外臣 一起在这儿摆宴 天下众口悠悠 太后 难道你一点都不畏惧吗 先太子仁德 为天下表率 他的继承无人感望 今日太后赵建石尚书 是为了鞭策尚书 为政已德 效仿先太子 至于菜式与衣裳 继承之日虽不宜奢命 但是也不能用度过简 如让百姓误以为国库空虚 只怕人心不稳 会动了国本 放肆 太皇太后还没发话 哪容得你来开口 没想到陆林竟有如此人才 陛下 你如此稀才 封他为兵部职方思主事 跟着尚书一起出入朝堂可好 九姨母后意思 多谢陛下 多谢太后 这西州竟出现如此大的变故 以信中所言 盛太守应该是为罪自尽啊 哀家管他是不是为罪 左右赢了阿古善 养了我大齐国威 只可惜 没能让那个姓崔的 死在阵场上 他能赢 也只是侥幸罢了 侥幸又如何 还不是会风风光光地 进京献幅 一想到要为他论功行赏 哀家这心里就厌分 他若再次得到嘉奖 只恐天下百姓 只识得淮阳王 不晓得天子了 他敢 一个异姓王 哀家绝不会让他进京威胁到陛下 嗯 十一官 哀家如此器重你 你有什么见地 臣正有一计 想与太后说 草民参见太皇太后 不是封你为兵部主事吗 还做什么姿态 诏书未下 草民不敢语举 大制度论卷中有云 不应做而做 应做而不做 毁恼火所烧 后事多恶道 你读过经 只读过皮毛 过来 抬起头来 为何聚下山林 我认为能够 双心早逝 无以为继 只是想活着罢了 阿家看你面相和善 有些亲切 可惜啊 不过是一个 屈颜覆势之人 和你的岳父 十亿宽一样 在陛下面前 屈翼逢迎 卖弄聪明 这种人 哀家见得太多了 太皇太后教训的事 今日哀家提醒你 为虎作昌 必备虎伤 过人不可见 寒水日冻流 无辜丧命的弟兄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血债血偿 为你们报仇血痕 愿你们能造人民乱信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这不今日早上 太守夫人请了道士做法 这会儿正前程失终呢 做法 你们不知道啊 太守昨晚上 死在府里了 盛太守死了 怎么死的 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也可能是积劳成疾 这忽然就没了 我 我先 我先过去了啊 真是作孽呀 明日飙车 就会进入西州城 还望盛太守 多多帮衬 别太为难 我手下的弟兄 卢公子放心 本官心中自有分寸 小人在城里打羹 那夜 刚过子时 我正在巡夜 那飙车队 就把我给撞了 这深夜送飙 本来就奇怪 他们还凶神恶煞的 撞了人 连一句话都没有 你确定 那个是飙车 确定 那飙车 和运飙的箱子 有特质的文样 小人不会看错的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异样 这个 对了 那运飙的车 特别沉 车轮轮转起来都费劲儿 不知道运送的什么东西 那车边 在滴滴答答的糖水 看不清什么东西 但能闻着兴起 黄贵 带他下去 找一个画师 按照他说的 全部画出来 安排人手 城里城外 全力搜查 是 对了 你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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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 有的 有的 疾胸可知 阴阳五行 直挂九龄 这位娘子要撤字吗 江湖骗子多 夫人切莫上当 你方才说 你十挂九龄 那还有一挂不龄的 若是被我碰上了呢 那在下 便不收你的银钱 娘子可写些一字 写好了 柳 不 柳绿成因 因意作案 多为逆境啊 想必娘子近日 忧心奔老 甚至有性命之忧 偏偏印得 家中人牵挂 先生 只得其音未见其果 所谓 许忠闻折柳 可见我与家人之间的羁绊 与眷恋 即便是身处险境 也一定会想出法子 绝处逢生 柳安环 先生 可会看首相啊 看家的本事 所求何事 家人极凶 娘子的相文走势有力 从这相文来看 你的家人身体健康 无病无痛 虽然生活多有磨难 但是因为有你在 他们都能坚属 带到云开月明之日 我只求 家人能够平安 有瓦折头 温饱失足 我也在得团圆的时刻 那是必然 先生 真是民不虚传 多谢娘子 大师 可否能为我算一卦呀 您这面相 您这面相吉人天相 但是您的人生当中 有三鸡三胸 现下正处在 最胸的一道大坎之中 神了 神了耶 那个大师 您连我眼下遇到的大隻 都能看得出来 那我该如何自处 这样 二位不要烦恙 不妨写下来 待我在天尊面前�ämä 自然会逢雄化夷 好好好 refugee 好嘞 好 。 好 城北乞丐小鹿子 是我的暗状 让他在镖局附近留下记号 城东 京城九四 你第一次来京城 可有想去的地方 父亲有言在先 入了京还得万分谨慎 我留在规格之中便好 那可惜了 京中有那么多好吃的 陶燃巷的酥糖 淋浴阁的豆黄芊 西丝的黄焖鱼 火烧佳阳肉 好 回头我跟时尚书说 带你去石里庄的竹萱九四 他们家盛产一款碧酒 酒色清澈 入口春香 多谢公子 请 请 公子好似对京城十分熟人啊 从前行走江湖 在京中住过一段时日 如今也算是 故地重游了 怎么样 王爷 在西教荒地里 找到了那些飙车 和运火的箱子 不过箱内都是空的 血迹也被处理干净了 这很明显就是抛尸了呗 王爷 这是衙门你出的 标具二十一人的画像 这么多人 凶手跑不了多远 吩咐下去继续搜 就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这些人给我搜出来 是 夫人 这家面馆有何特别 咱们为什么不到对面那家 看着还热闹些 对面只是寻常十四 而这家可是地道西州菜 鸡血面堪称一绝 路过西州的人都要尝一尝 才算不需此行 而且这家店每日限量供应 等一下能不能吃到 还不一定呢 哦 哦 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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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木板下面 是 王爷 屋内并不发现 这已经是最后一件了 搜护山 是 王爷 打开 是 来人 这记号出现在镖局门前 会不会是乔县留下的 不会 乔县 此刻定不会轻易现身留下暗号暴露行踪的 况且 这个街头暗号分明是阳山的 海棠花 这都让我记起一个人来 谁 或许这个人 想要找的也是九仙 是 此处攻二十具尸首 少了一个 正是平远镖局首领邱林县 全城张贴画像 通缉逃犯邱林县 是 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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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去歇息吧 对 夫君怎么才会来啊 今日公务繁忙 耽搁了些时辰 又是公务 王爷都没你这么忙 听说你们今日去逛街吃酒了 怎么样 开心吗 别提了 我今日兴冲冲地去吃鸡血面 谁知道去了店家都卖光了 好不甘心 那怎么办 明日一早 我去等 吃这方面 你真是摆着不闹 不光是吃 其他方面也是 只要我想得到的 就都会想法子得到 只要你想要的 想方设法 我也让你得到 对了 夫君 今日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满城都贴着通缉要犯的画像 那个邱麟县是个什么人啊 他是一个走标的 那犯了什么事啊 他跟平原标局的命案有关系 万一要出查此案 我明日得跟着一起调查 那要怎么查呀 公务不宜西说 你只要知道 就待在屋里 不要出去安全全地便好 啊 夫君可真厉害 才从军一个月 就当上了百夫长 如今 这通缉大案 淮阳王 竟交给了你 我真是好福气 往后我还出什么门啊 直接在家中 等夫君发放路便是 我就是跟王爷 下过棋 有一点儿交情 人家那是提携我呢 夫人 我总觉得你这眼睛里面 藏着事呢 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说了也无用 事关公务 我不能说 就当是家宅闲聊 无妨的 我忽然全都记起来了 是吗 夫君想听吗 想起什么了 我记起 从前 家中走标的事 真的 嗯 还有吗 标队押韵 时时刻刻都要提防 这贼盗跟踪 因此不会轻易 去闹市区炮头露面的 嗯 若是察觉到危险 便会乔装混入到 人群冗杂的旅所当中 与本地人同吃同住 这行走江湖之人啊 最能吃苦 拿穷人做掩护 刀贼也不易察觉 嗯 嗯 沈家 此处原是安置边境战俘的村落 但是去年闹了一场瘟疫 太守的意思是 放任他们自生自灭 因此才落得现在这般田地 王爷 前方院子里浓烟冲天 走 烧得只多 烧得只多 惹得鬼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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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得鬼赏 烧得只多 王爷 此人并非丘陵剑 快走 找他之斗 快来 找他之斗 您说 不要在这个身上 耽误时间 即便他是丘陵剑 排出来的人 也是来误导我们的 神了也白神 是 夫人 店家说 今日也没有鸡血面 那先吃些别的 明日再来 您就 非要吃伤不渴吗 鸡血自古是辟邪 去灾之良物 鸡血入腹 愁祸可敏 那日 我在如意目前已发了愿 这鸡血面 我非吃不渴 那我 再去点点别的 店家 西州的特色菜品 你给我们做几样 就好快一些啊 好嘞 好嘞 又还有什么 别的面是床上的也可 没问题 李妈妈 你先去叫车夫吧 我去走走消消失 好 好 来 姑娘看一看啊 发布 看着吧 这都是新花样 这个最差 行行好吧 给点银钱 娘子 有人盯着你 我知道 事办得如何呀 娘子的猜测是对的 没人去九四里碰海汤谷 倒是九四旁边的茶铺里 有个男子 每日都去喝茶 还一直盯着九四二楼窗 就是这个带斗笠的人 盯着他 看看他塑在何处 一定要小心些 嗯 看 好久没看到了 这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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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公子 还原王 已经找到 标局的那二十具尸体了 线下 正在全场通缉巧线 加派人手 务必在何处网之前 拿下酒鞋 是 老金 来啊 掌心天心 谢谢啊 老金 来 老金 老金 再来啊 你再来啊 你还要出去吗 你知不知道 眼下全程贴满了你的画像 正悬赏通缉你呢 因此一个地方 我只能带上一时半刻 你若去银前 可以把我抱出去 你胡说些个什么呢 他们找不到我的 走了 王爷 您的法子果然管用 这些城东商户 根本看不上悬赏的银前 可一听说 人没抓到就要反收脚响 马上就来提供歇索了 去 带上来 是 大师 我就是想问一下 我鸡的功德够不够消孽的 谎话太多 难喽 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在找你 老天悠悠 你终于坐在了舅舅的面前 舅舅 舅舅 棉堂把过去都忘了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言难解 一切都是从上司夜开始的 你可认得此人 不认得 胡说 我明明看到就是这个丘陵线 从你房里走出来的 朱砂 是我买来超经稳用的 不小心泼了 这儿原本放了什么东西 没放什么呀 那这长条形的印子怎么解释 许是什么东西掉地上了 我也不知道 黄龟 你看这个长条形的 像是什么呀 像 我醒来之后 只记得自己要嫁给京城的崔九 也就是如今 我每日换作夫君的男子 可他根本不是随旧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 我甚至还将他错认 他借我失忆 详骗我 曾和他有夫妻情意 他将我困在 灵泉镇的一处宅子里 但也真的以为 我是陆纹的宠妾 因此把我当作诱饵 诱补陆纹 出什么事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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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进去 是 免党啊 你生性敏锐 你可知道这个崔九 到底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我自会调查清楚 与他的账我也会清算 至于他从前是如何利用我的 我会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但眼下 我有更重要的是 那个杀死咱们标局兄弟的人 也就是 调断我手机 害得我落水失忆的人 如今此人正在寻找救救你 一日不出 我寝室难安 那是 真的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对个嘛 家主 夫君 夫人怎么在这儿啊 家主 近日是老奴 陪着夫人 一起来看相当 夫君是来执行公务吗 对 相识算得 可还灵验 灵的 大师说 夫君心地善良 诚实质朴 而且 官运亨通 连你升官的事他都算出来了 来啊 夫君 大师 是 公子 官运虽好 只怕 贵人星 冲孤沉 难生妙望啊 夫君 来都来了 不如请大师看一眼 请他 帮我们合合婚 就一会儿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看面相吗 你二人 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这看得倒是挺准的 那我想看看我们日后的婚元吉凶 那请摇上一签吧 下下强 此前何解啊 来路鸣西 傅不鸣 不鸣莫要宇他真 你强清爹还成土 纵然神福也难行 此天若作因缘之间 却有不利 你二人 可有相互一切 隐瞞之事啊 我 没有 那就是 千落地上 有地气所致 若以千文所解 您夫妻二人虽然相爱 但因不够坦诚 会渐行渐远 那可有转环的余地啊 此乃 命中所定 不过 气愿是人可以改变的 只要你二人真心相对 都会有挽回对方的余地 夫人 我是会对你坦诚的 我也是 我也是 在这儿的 只有你一路 都会有挽回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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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身海塘漂泊 爱对了错人的悲欢离合 谁不是千万里流云陌雪 难相守一相别 等不纯纯游离纠结 一双人遗憾远心与心共灭 旧苍叶淹没得明明灭灭灭 黄昏听见化作夜开寄托 莫追究细云里半生烟波 放那些深爱与分落无知无休 平生缘像穿空海塘漂泊 谁不是千万里流云陌雪 难相守一相别 当不纯纯游离约 一双人遗憾 相伤一双人遗憾 相伴扬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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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 为奥心忍永远游离约 顺病与你随随面 夺口 чтоб